导演陈可欣的长片《亲爱的》在威尼斯展映后广受赞誉 主演赵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坦言 她饰演的农村妇女李洪琴 角色难度大 赵薇说 起初看到剧本时脑海中无法构思出这个角色的形象 自己慢慢琢磨让人物越来越鲜活生动 直到能想象出角色人物的心理活动 《亲爱的》讲述的是一个寻找被拐孩子的故事 赵薇饰演孩子的养母及人贩子的妻子 影片中孩子被亲生父母带回家后对养母念念不忘 而养母则一心想要回孩子 养育之情骨肉亲情牵出故事的矛盾冲突 为贴近所饰演的村妇形象 赵薇在影片里全程讲安徽方言 赵薇虽是安徽人 但已多年没有讲过老家方言 所以拍戏前她在家练习了大约两个星期 赵薇认为要做一名好演员 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 想象出不存在的事物 并且具备强烈的信念 让自己相信这些想象出的东西是真的 除了这些特质 赵薇坦诚 没有天分做不了演员 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